坐的室 天天的回家回家 晚上贯州通广州的国道 对 货吃非常多 人们全部是那个 全部是那个草 好声叫105 是105国道 105国道嘛 不过没事的嘛 你坐国道 货吃是货吃嘛 现在叫青门大道 管他叫什么道呢 是叫青门大道现在 也是叫什么326国道 那条也是 326国道到那前面转弯 这里面还挺多那个出租司机来这里面住的 那个开出租的挺多能到这里面住 这里面便宜住房子 然后他主要是停车好停 我靠那个狗会吃草啊 兄弟们 那个狗会吃草 这个狗会吃草 它是中毒了嘛 要再找那个草药 刚才看他吃了一点草 那狗会吃草啊 我靠 青峰是干嘛 青峰 青峰因为上面有个青峰药业 有个药场很大 所以这条道 就咱们改成青峰大道嘛 就是这样的 就像格力空调一样 它很有名 它就改成一条那个街 叫格力大道 还有个那个地铁站叫明珠站 对 大草 青峰药业 那狗会吃草 但是土狗它会自己去找那个草药吃 治病 我只知道江西有个龙河药业 江西龙河药业也是 对 是有个龙河药业 我们这里就有一个青峰药业 很大的 大草 就是一大损失 沙河这里 要是这个这个这个市场 这个水果市场不搬到这里了 这一带都就是还没那么快发展 这么快 这前面的房子都租都租不出去 就在那种房子租都租不出去 要是这个水果市场一搬过来 前面房子直接涨价 不然租都租不出去 你想一下每天来来往往的有多少人 这边 不管人们那个门店卖快餐的水果的小卖部 愣闹飞房啊 不得了啊 从那边一直到这边啊 有多少司机 可以 你看得透 你看得透是 我家就在前面房子那边 就是在他前面是吧 那你家还是有钱的 那不 这里的补贴到不少钱嘛 可以啊 可以可以 因为那个前面之前 那是那种一楼的那种小仓库 之前都 压根很少 基本上很少人来这上面租那个窗库 因为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大市场那边 好像贸易贸易市场那下面 基本上在那下面租的多 现在搞好了都跑到这上面来了 这都是以前的广告片 那我不知道 这么多油漆 哎呀 什么时候再出去 我也不知道 很迷茫了兄弟们 太迷茫了 不知道干啥了 不知道干啥我 直接太大了 主播怎么有那么多白头发 因为我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这洗发水不好 导致的 想的太多 又有料 又有那啥子 每天想东西想的太多了 想的想成 想的变成白头发了 我靠太难了 高不成低不旧 小仙不想振 大仙振不到 哎呀也不是这样说 说是没有合适的嘛 我现在没找到嘛 什么小仙不想振嘛 你说怎么去振 你告诉我怎么去振 腰不疼腿不酸啊 想老婆 是啊肯定会想啊 可能你不想嘛 不想你就不正常 有问题 不正常那还得了 对呀 买西瓜振不了几块钱 哎呀你难搞 那个东西振不了什么钱 搬来搬去的 哈哈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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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就这么冷着 哪个谁谁谁怼我了 没有人怼我 那个讲话很正常的 你这个是互联网上 你不搭理他就写的嘛 你还怼 没有一点意义 你现在是能少 你可能怼一下 你像之前能多的时候 你怼啊 你怼对不过来 我闻得这么快 谢谢大家